龙神还在苦战当中 其实这个血量下的太低啊 对于玩家来说心理上也是一个小负担 血量太低了 有时候会放不开手脚 接下来这关长板坡之战啊 长板桥是下一关 长板坡先是长板坡啊 这一关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关 虽然把它放在了第五关 但是相对来说这一关的难度非常的简单 首先这一关没有什么高级兵种 连赵家兄弟都没有 这一关都是以小杂兵弓箭手为主 而且Boss战呢是纯鱼岛大光头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华丽的打法啊 这个大光头呢 我们经常看三国志的朋友都会看到 这个玩家在这一关去虐他啊 各种虐 基本上都是以骑马为主 当然我不知道速通会不会以这样的方式 就是这些年咱们的高手也没有开发出更优秀的打法 还是以老式的打法来的 咱们拭目以待 感觉龙神这边的速度呢 大概能慢上15秒到20秒之间啊 时间不是很多 还是有机会 好的 Boss出来之后 啊还是啊 谢晓风来到了这个位置啊 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好的 还是老战术 把Boss骗在左边 Boss不过去 好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 必用跳射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跳射 持续的对Boss进行伤害 Boss是不会倒地的 他在这里呢 就是傻瓜似的去吃我们的弓箭 好 这边咱们龙神也是来到了老位置 但是龙神的打法跟谢晓风的打法不同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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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场是不一样的 开场龙神是射了几个三连发 是为了打出一个高伤 去追一下进度 后期呢 还是以这个跳射为主啊 因为跳射的这个持续性伤害非常的好 Boss是不会倒地的 但是感觉龙神这边的Boss不太配合啊 他乱跑 跑得打掉 现在时间呢 也来到了13分 对于咱们以往的玩家来说 咱们平时玩三国志 打到长板桥这一关 时间大概是多少啊 不知道大家心中有没有这个概念 13分钟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时间 一般我们13分钟 最多打到白河 三国志这个游戏一共是有十关的流程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又长又又又又长又硬啊 又长又硬 但是在咱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感觉三国志游戏就像纸糊的一样啊 在两位高手的黄中的这个 牛逼的射箭下感觉就像纸糊的一样 那么从第六关开始 咱们的这个三国志呢 也正式进入主题 游戏的整体难度呢 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 各种高级兵种的组合 然后BOSS战的这个加强 明显的会有一个难度的提升 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呢 也是一个让人非常刺激的一个场 刺激的一个感觉 那么大家注意看啊 刚才的这一波战斗 咱们的龙神呢是追了上来啊 这是让人振奋人心的是一刻 刚才差距还在15秒左右啊 接近20秒时间 龙神在电光火石之间 将我们的这个跟谢小峰的差距追上来了啊 甚至超越了谢小峰的时间 咱们今天的比赛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比赛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比赛 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点赞支持 谢谢 左边谢小峰啊 右边是龙神 两位都是咱们国内的三国制的顶级玩家 速通方面绝对是好手啊 他们今天采用的都是黄中的角色 因为黄中打速通是非常有优势的 黄中的角色在过去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角色啊 在游戏厅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不会选择他 就算选了他啊 也会把手指按的断掉 打一场黄中下来 手指都要酸掉了啊 那么经过咱们高手的开发呢 黄中这个角色 确实现在是成为 三国制游戏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伤害输出手 那么这一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就是青钢剑啊 刚才大家看到有一个骑马的一个NPC 他就是夏侯温 他身上的那把剑就是曹操的配件 青钢剑 那么这把剑呢 可以说是三国制游戏当中 为数不多的 可以将敌人一击击倒的武器 咱们回忆一下 三国制游戏 大多数的武器都是不能把敌人击倒的 像什么流星锤啊 普通的这种常见啊 他都是无法将敌人一击击倒的 为什么说一击击倒的武器是最好的武器 因为当你把敌人击倒之后 相当于刷新了他的一个起身 他起身之后呢 他可能会重新计算他的走位和攻击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将敌人打一下啊 他不倒地 那么敌人就会触发他的 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触发他的暴怒系统 他就会像你比如说大壮啊 大壮这种角色 比如说你打他一下 他就会冲过来啊 冲过来 像龙神这边呢 他就不采用青钢剑的这种方式 他采用的是三连射啊 三连射这种方式呢 在冰多的时候啊 你打到敌人一键 可能他就会朝你进行攻击 所以危险性是有 但是速度方面呢 肯定是更快一点 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的这个打法呢 也是 他们的打法呢 也是不同的啊 一个是采用三连发 一个是采用射箭 一个是采用青钢剑的攻击 但是整体效果还是差不多的 这一关是非常容易死命的一个关卡 好的漂亮啊 龙神这边也顺利度过了第六关 七关和八关呢 是赤壁之战的上和下 就是赤壁之战一和赤壁之战二 这个打木桩这里呢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打木桩这里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就是原先游戏设计出来一个让玩家去打打奖励的一个场景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这个快打旋风打气车 结巴砸气车的那种场景 那么这个游戏呢 还有一个背景故事 就是赤壁之战是 鼠卫 鼠无联手 对战曹操 对吧 然后 刚开始 刚见面 然后是鲁肃 建议让五虎上将展示一下他们的威力 所以说就做了很多的牧人 让这个五虎上将表现一下而已啊 当时游戏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他的剧情啊 就是这样的意思 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 这一关的流程呢 其实 很简单啊 这关的流程也不长 船舱 船外 然后进船舱 再进船外 再进船舱 一共四个场景 最终到达boss的房间 这关的boss是张辽 张辽也是 这个卫国的一位 很厉害的一位武将啊 张辽也被誉为小吕布 在因为在这个游戏当中 他跟吕布的这个特性特别相似 很相似 技能呢 就是虽然说样式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啊 所以说 这个张辽这一关呢 也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这一关给大家说一下 这关有一个隐藏道具啊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圣剑 就在 呃 谢小峰即将进入下一个船舱 在左上角有个隐藏的密道 隐藏的打击点 左上角 在这里打一下 会落下来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这把剑就是圣剑 这把圣剑的特性呢 跟这个青钢剑的特性 其实差不多啊 也是一击击倒 带有火焰效果 但是他的伤害呢 要比青钢剑的伤害要高一些 所以说我之前给大家介绍 这个青钢剑的时候呢 青钢剑又被誉为小圣剑 他只是不带这个火焰效果而已 伤害方面 特性方面啊 跟这个圣剑差不多 哎呀 剑掉了啊 这边谢小峰是因为一个小失误啊 剑掉了 那么对于这关来说呢 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 不好的状况啊 因为有圣剑打这一关张疗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啊 很轻松 但是既然掉了 也不要影响心态 那么这一关相当于 他们刚才那两关互换了啊 刚才那一关是龙神没见 这一关是 谢小峰没见 也可以看一下玩家 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这个表现怎么样啊 好的 谢小峰是首先迎战 一个下臂加下上拳的一个组合 先把敌人打一个高伤 这边一边牵制着小猴子 一边对张疗进行攻击 那么他的侧重点呢 肯定是先打小兵啊 因为小兵在没有击杀完之前 你根本就射不到boss的 因为小兵在前面可以挡 当成一个肉盾 好的 我们的龙神也来到了boss战 那么有剑的话呢 肯定就嚣张一点啊 直接把boss压到屏幕边边砍 boss出来了 继续砍啊 这个优势是绝对有的 有剑跟没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谢小峰没有剑的话 被这个小兵打得很很痛苦啊 但是伤害呢 确实很非常的 打的是连贯性非常的好 好的过了啊 已经过关了 我的天漂亮 龙神这边砍的是相当舒服啊 因为手持圣剑根本就不会担心 这一关的这个什么血量方面啊 或者boss的这个挣扎方面 boss基本上没有挣扎的余地 好 刚好在22分钟完成第七关的boss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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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